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开始官鸟的这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边 发现和使用的一些比较有帮助的网站 其实官鸟这件事不光可以作为一个个人爱好 随时到各种各样的知识 它也可以对科研工作起到很大的帮助 就比如说我们官鸟爱好者分享和上传的那些官鸟记录 可以更好的帮助研究鸟类的科研工作者了解学习鸟类 同时制定相关的保护政策 首先第一个网站我想分享的是中国官鸟记录中心 它的网址是这个birdreport.cn 然后这个网站的作用就是供大家来上传自己的官鸟记录的 同时在这个网站上也会有一些活动和报道类的文章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而且这个官鸟记录中心它还有一个微信小程序 可以方便的让你在手机上上传和记录 最主要的用法就是可以在这网站上可以看到别人的官鸟记录 就比如说这边最新记录下面有一条 这边这条叫序号是2020-121-50049的官鸟记录 它是这名叫唐巡的用户应该是12月15号上传的 然后它所记录的是这位用户在今年9月13号的早上9点至晚上6点进行的一次观测 然后如果你点它点这个序号就会打开这条官鸟报告 可以看到这边提供了这次官鸟的一些信息 地理位置 还有它看到的鸟种和鸟数 下面是具体的西目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地图 你可以缩放 然后了解这个具体官鸟的位置是在哪里 所以说在这个网站上通过看别人的官鸟记录 你其实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周边有哪些人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样的鸟 这样子可以方便你进行官鸟活动的规划 然后如果想知道某一个特定的鸟种 它在全国哪个地方被观察到的多 哪个地方被观察到的少 大体的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 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点这个鸟种分布 然后在这里边输入我们想要了解的鸟的名字 比如说我输入洪福井基 然后点击下面出现的这个洪福井基的名字 然后这边就会加载出来 首先是它的编号 还有一些名称信息基本介绍 然后右边呢就是根据这个网站收录的官鸟爱好者报告的观察的情况 然后生成的热点图 可以看到洪福井基在国内的话主要是分布在这样的一个区域 然后应该是颜色越红 应该就是表示热度越高 也就是说被报告的观察到的次数越多 然后下面呢这边就是按地区和年来进行分的那个 这个这个鸟种的它的报告的数量情况 还有下面还有张折线图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进行一些更加详细的搜索 比如说我们想知道大概是什么时候有哪些人报告过洪福井基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查询统计的功能 然后在这里边你就有很多的条件可以缩小你的搜索范围 比如说可以限定观测时间 限定观测的区域和地点 甚至你可以限定是哪位用户报告的 我们继续用洪福井基做例子 我在这边选择它 然后进行查询 然后下面会给你生成按月份的别人报告的那观察的情况 因为我就是限定了一个鸟种 所以当然是鸟种数量永远都是1 然后可以看到被报告比较多的是这边的云南四川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总共有464个报告 有487个记录数 我们可以点击进去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边收录的报告过洪福井基的那些条目 随便点开一个就会看到 那个人他当时是在哪里 什么时间点报告的 这个报告里面应该是包含洪福井基的 在这里 好的 然后第二个网站我想分享的是叫做中国动物主题数据库 它包括了很多跟动物学鸟六学相关的资料 然后你在这边可以输入你想要 你想要查的 这边可以调换语言 然后在这边就是输入你想要搜索的鸟 或者其他动物的名称或者学名 比如说我现在想查洪福井基相关的一些介绍 那么我就在这里输入洪福井基 然后点击搜索按钮 然后它就会列出来 应该是在这个数据库里所有的跟洪福井基相关的条目 然后这边旁边右下角会写着这些内容的来源 你只需要点击感兴趣的内容进行查看就可以 它的数据应该是非常多的 然后里边内容也非常的全 还有照片文字等等的内容介绍 第三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网站是中国鸟类学会的网站 这个可能稍微偏学术一点 但是通过它可以了解中国和鸟类相关的学术界的人都在干些什么 然后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有哪些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中国鸟类研究简讯 这应该是中国鸟类学会的出版物 点开来的话你就可以在这边下载和看到各期历史的出版物 比如说最新的期2019年第二期的话就是这个 然后它的目录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里边的内容主要有一些学术会议研究的动态 还有一些新书出版信息等等 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再分享一些国外的网站 首先就是这个AVI Base 我主要是用它来查一些鸟类的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之间的翻译是怎么样的 它还整合了很多像图片啊 还有一些百科条目等等的内容在这个网站上 然后这个网站也是支持多国语言的 你可以点在首页上你可以点这个链接 然后选择汉语 主要使用方法的话就是在这边输入 你想要搜索的物种的名字 比如说我继续搜红富锦基 然后点击go 它就会出现它这里面收录的红富锦基的内容 然后会有简单的介绍 然后还有它的分类 最主要的是像我说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各种在各种语言中的名字 同时这上面不同的这些标签页 就是它整合的不同信息 比如说你点这个维基百科 就会看到维基百科里面这个红富锦基的条目 然后还有地图就应该是它这里边 红富锦基的分布地图 还有音频的话应该是别人录的红富锦基的叫声 第二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英文的网站是ebird 这个网站相信很多观鸟爱好者都听过或者使用过 它的功能也是和中国观鸟记录中心一样 是用来给人们上传观鸟记录用的 你是可以按照鸟种来搜索别人的观察的记录的 比如说我点击这个Explore 链接然后在左边这个就可以搜索鸟种 但是它现在搜索的话好像不支持中文 所以你需要先查询到你想要查的鸟的英文名字 在这里呢就可以用到我刚刚介绍的那个AVI Base这个网站 比如说我们继续以红富锦基为例 我想要在ebird上查红富锦基的在哪里被人们观察到过 那么在这儿我就可以知道它的英文名叫Golden Pheasant 我可以复制下来 然后在这里就可以粘贴进去 然后点击 这边就会出现ebird网站上的关于红富锦基的这个页面 会有一些简单的介绍 然后这边是我的数据和整个ebird上的那个观察的数量 我还没有看到过它 所以是零 然后右边这个地图这边呢 就可以显示全球范围内有的ebird用户报告的 红富锦基的观察的热点图 颜色越深就是观察的报告数越多 可以看到红富锦基虽然是中国特有的鸟种 但是报告到的观察记录却不光在中国 在英国也有 可能是因为一些历史原因 他们被带到英国岛上去了 然后再往下的话可以看到各种多媒体的信息 比如说用户上传的照片 用户上传的那个 红富锦基的就是叫声和录像 然后第三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网站 就是叫做Macaulay Library 这个和刚刚那个ebird是其实是一套的 他们是同样的机构在维护和运营的 它最早是存放鸟叫声记录的这么一个数据库 但是现在已经不光只关于鸟的叫声了 它还有很多野生动物的视频图片和叫声的信息 然后同样的也是在这里 你可以输入想要搜索的物种的名称 然后等待它出来搜索结果 然后它这边就显示的全部都是用户上传的 那个那个关于那个物种 也就是在这里就是红富锦基的照片 然后还有叫声都会在这里多媒体信息 然后你对这某些某张照片比较感兴趣的话 点进去 这右下角就会出现相关的那个ebird的观察记录的 那个条目的名字 比如说这张照片就是在2020年10月18号 由这位用户在汉中的张家良拍到的 然后点这个ebird的这条观察记录的链接 就能看到刚刚我们介绍过的 那个ebird的网站上的这一次官鸟的记录 然后可以看到 对 红富锦基就是在这个记录里边的 然后这位用户在这边 在这个地方还看到了这些其他的鸟类 好的 第三个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英文网站 叫做birds of the world 世界的鸟 这个网站它的前身实际上是 舍利出版社出版的世界鸟类手册的配套的一个在线的网站 然后那个网站上应该提供了很多 就是这本世界鸟类手册这套书里边的相关的内容的在线版 这个就是那套世界鸟类手册实际版 它售价现在打对折都要1770欧元 就是这套书是一个西班牙的舍利出版社出版的 然后呢 在今年的时候呢 这套书配套的这个网站 HBW 他们和北美鸟类学会搞了合作 再加上他们的ebird呀 还有那个macauley library等等 一些多媒体资料和观鸟数据 整合成了这么一个新的网站 叫做世界的鸟类 然后在这上面应该是可以查到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已知的鸟类的数据和资料 不过呢 它的缺点是 它并不像前面介绍那些网站一样是免费的 这个网站必须要通过订阅才能使用 每年的费用大概是49美元 使用方法的话也跟刚刚的ebird 还有macauley library差不多 你在这边粘贴 想要搜的鸟的名字 然后它就会进入那个鸟的页面 可以看到这边有它的分类信息 还有它的冰卫程度 然后这边是在各国语言里面的这个鸟的名字 它有没有亚种等等 右边是照片和其他的多媒体资料 然后下面就是主要的内容 可以看到这篇文章 这边显示是最早就是在这个 HPW的在线版里面的内容 然后没有别的性价的东西 右边的话除了图片和分布图之外 你还可以看到在ebird上面被整合进来的信息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查过的 可以看到在英国和中国都有观测记录 这个网站呢 对于想要了解自己看到的鸟的人来说 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可以订阅了之后去详细的读上面的文章 都是有论文作为依据的内容 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两句话的介绍 可能会偏学术偏枯燥 而且只有英文 所以需要一定的英文阅读能力 最后呢 还有一个外文网站 但不是英文的 是三德利考的一个日本鸟百科 这个网站上分享的那些鸟类的知识和图片都还不错 而且大部分鸟类都还配有叫声的录音 再加上日本跟中国地理上比较近 有很多鸟种都是共有的 可以在这个网站上看看 它的网址在这里 然后你可以打名称来进行搜索 也可以按五十音图和其他的鸟的特征来进行筛选 然后查看鸟种 但是日语会的人应该没有英语多 可以继续回到AVI Base 在这里大多数鸟都会有它的日语的翻译 比如说红富锦基这边说它的日语名就叫 就叫这个KingK 不过红富锦基是中国独有的鸟种 在那个日本鸟百科里应该没有 我们可以试着用猪环来搜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边搜索猪环 然后在这边就会显示 猪环的日文名叫Toki 然后复制它 在这个鸟百科里面搜索它 你就会看到这边有猪环的条目 然后点进去就是这个网站上对猪环的介绍 还能够听到它的叫声 还有一张插画 还有这张图片 跟大家介绍这个网站的目的就是 因为这图片比较好看 而且还有叫声信息 所以可能会有用 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Ebird的其他的使用方法 刚刚的使用是就在Explore下面 直接搜索想要观察到的鸟 如果你只是想看一些区域的鸟的观察 的一些记录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ExploreRegions 在这边直接出区域 比如说我这边搜索英国伦敦 然后点Map 在这些标记中 灰色的标记表示比较少 或者是零个鸟种被观察到 然后其他颜色的话就越红 就表明报告的观察到的鸟的种类就越多 然后点击任何一个标记 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 有多少种鸟 然后爱好者提交了多少个报告 点击这个观看详细信息的按钮 它就会显示一个整合的 关于这个地方报告过的鸟的种类的信息 这边应该是按鸟种进行归类的 然后呈现的应该是最近的一次 被报告的那个相关的信息 可以看到这些鸟 它们最近一次被报告都是这个人 在这一天提交的一个报告里边的 通过这个方法你就可以看到 你感兴趣的区域 别人在什么时候报告过什么样的鸟 这个功能使用起来最大的问题是 在国内可能会打不开 因为它的网页版应该是用的 谷歌地图的信息 不过对于有办法能够正常访问这个 网站的观点爱好者来说 这个网站应该是非常强大的 好的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些网站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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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